香港戰中行動已經過了16天 清廉學子仍然堅守金鐘等陣地 而在中國大陸方面 不斷的有正義人士挺身支持戰中行動 中共當局也更大範圍進行抓捕 包括一些溫和派的學者在內 這些人先後被以所謂的尋釁滋事罪拘捕 根據最新消息 包括北京民間傳之型社會經濟研究所創始人 北大政治學碩士郭玉傘 以及該所另一名負責人黃凱平 還有非政府組織麗仁大學負責人陳坤 民間公益行動者 民主思想宣傳者兼獨立製片人扣岩丁等 一一被中共當局以尋釁滋事拘捕 據瞭解 這是繼北京宋莊藝術家之後 又一批溫和改良派的學者被非法抓捕 根據自由亞洲電臺的消息指出 香港戰中活動期間 中國大陸被抓捕的知識分子人數 已經超過茉莉花革命時期 據香港《蘋果日報》的不完全統計 迄今被捕人數可能已經超過100人 面對外界質疑批評 中共外交部宣稱不了解情況 還說司法機關會依法處置 同時對於香港政府選 號召群眾和平站中表達訴求 中共不僅在國內屏蔽消息 甚至還強調香港人非法遊行 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秘書抱同質疑 香港人和平請願香港政府暴力相向 中共口口聲聲說的依法治國到底是什麼 報同認為香港人能不能得到公民權利 和大陸人是息息相關的 包括被剝奪60幾年的選舉權 當香港人提出來要普選的時候 這同樣其實也就是大陸人的希望 大陸名字叫做人民共和國 已經60多年了 這個人民共和國 執行過哪一次真正像樣的選舉呢 一次也沒有 汪為了人民共和國 為了避免香港占中行動 扮演到中國大陸 中共方面無所不用其極 同時也加強了對大陸知識分子的管制 大陸自由撰稿人何家維也收到當局的威脅 警告他不要在媒體上發布有關戰中的消息 我們所有人都感覺到面臨的這種壓力非常大 稍微不注意隨時都有可能有持續自由 據瞭解10月1號夜晚北大美術編輯施林就已經被捕 10月6號晚當局抓走了令人大學的陳坤 10月9號凌晨知名學者郭玉閃被抓並迅速被刑拘 11號宋莊藝術家張海英作家邝勞武 公益工作者薛野被捕 當天作家紀錄片獨立製片人寇炎丁也在前往武台山的途中被抓走 傳志行負責人黃凱平被抓的具體時間不詳 根據《蘋果日報》報導 日前北京宋莊藝術家邝勞武在家中被警方帶走時 恰巧到邝家作客的作家欧阳小榮也難以倖免 被警察帶走並扣押5小時後才獲釋 歐陽小榮說 警察的盤問圍繞香港站中 看來北京在站中問題上比較緊張 對於那些敢公開支持的冒頭一個抓一個 據報導 這些逮捕大多數都發生在深夜 具有秘密逮捕的性質